温哥华两间学校分别收到装有人体残肢邮包的事件 温市警方怀疑这两个邮包可能与满地壳中国留学生林俊被杀案有关 已将案件交由满地壳警方跟进 至于收到邮包的两间学校今天都照常上课 温哥华西区的Foss Creek小学今天照常开放 但有警员回校调查 温市议员George Affleck有一名儿子在该校就读五年级 他说自己对事件感到震惊但是他儿子反映平静 而温哥华教育局就没有评论 昨天发现装有人体残肢包裹的职员的状况 只是说辅导员会在未来几天 向有需要的教职员和学生提供协助 此外同时设有中小学的Saint Georges 私立男校 昨天有职员发现包裹内藏有人脚 今天就如常运作 有附近邻居说 不少的邻居都是该校的家长 但是昨晚他们之间都没有谈及此事 他们可能觉得接受不了 因为不会到处给孩子们说 太可怕了 至于温市警方就基于两个包裹 寄件人地址以及包装形式 都与较早前满地壳和沃泰华 发现的人体残肢包裹相近 因此将案件交由满地壳警方跟进 而目前还有死者邻居的三个人体残肢的部分 没有找到 城市电视程松子报道